南投望来产业园区开放招商以来销售情况热落 县府日前特地举办望来园区热销记者会 出席来宾云集 建筑厂商包括围热山丘凤梨酥大厂 宝田食品 三点一克奶茶飘香海外的石城石叶 芋头酥文明的鲜麦食品大厂等等 我们县政府开发的四大工业区 目前望来产业园区 这个土地我们益售 益售的成绩非常的不错 非常的好 现在至于17块土地 剩下2块还没有来购买 其他15块都已经顺利的卖出去了 县议员曾正言及张维华都出席这场记者会 并肯定望来园区的开发 可以带动地方繁荣及进步 也借由厂商的进驻 增加许多工作机会 年轻人得以返乡就业 往来产业园区 可以说地点交通 四边通车也非常的方便 我们面证也有几个家庭 往来产业园区 如果做党工开业了 可以有千多月的就业机会 这个往来产业园区 这次在这个一推出就有12笔土地马上销售一空 剩下的就只有两笔土地 在这个新的工业区五一高中上面 这十公顷的土地是非常非常需要 造就我们南投县几十亿的这种营收 包括我们工作机会是上千人的工作机会 剩下剩余的这两笔土地 大家要是有兴趣的话 一定要马上来抢县长黎明珍 包括南投市 草囤 埔里 竹山 未来他也会将新推出新的工业区出来 大家拭目以待 往来产业园区共有14块区域土地 目前只剩下两块土地尚未售出 县府规划再次公告出售 县议员张维华及曾振岩 都希望厂商把握最后机会 进驻望来园区 带动地方整体经济发展 记者王水仙南投采访报道